这棵沙漠玫瑰到时候有些日子了 一直也没有管它 顶部的叶子都有些黄了 其实本来是想把它的根部切掉 来做成那种八爪根的 后来想想实在懒得折腾 就只给它提提根上盆吧 给它拖土之后把空根剪掉 然后用两份原土加一份椰康 加一份颗粒土来混合配置新土 配置的时候边喷水边均匀混合 让盆土成为潮而不湿的状态 然后上盆 上盆的时候把沙漠玫瑰埋得浅一点 让位置比较高的根系露出来 只把根烧埋到土中 然后再用一份椰康加一份颗粒土另外配土 把原来的育苗锅剪一半 放到花盆的上面 泡住沙漠玫瑰露露出来的这部分根系 再加上这份新土来掩埋住这部分根系 整个上盆就完成了 由于之前是用炒土上的盆 所以不用浇水 只把叶片上沾到的杂物稍稍喷水冲刷一下就可以 放到温暖通风的地方 静等浮盆 浮盆成功之后就可以正常养护了 养护一段时间之后 把育苗锅剪掉 里面的盆土冲掉 让位置稍高的这些根系露出来 效果应该是不错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年四花市 9块关注9点赞 大家一起学养花 请不吝点赞